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火箭少女101在这两年来战绩斐然 成团这两年 火箭少女们共发行过83首音乐作品 整体风格以唱跳为主 而且作品大多比较接地气 且狼狼上口 比如当年一首卡路里 也是现象级的火遍了大街小巷 你一定会在不经意间听到过 或许是楼下正在跳广场舞的大妈们的BGM 或许是与你擦肩而过的路人 突然响起了手机铃声 虽然这些接地气的作品引来很多人的吐槽 但是不得不承认 这些作品听了就是上头 就是会不由自主地跟着狠狠起来 综艺方面 火箭少女101全员参加的综艺节目有61档 成员常驻综艺有13档 其代表性综艺节目是两期横冲之壮20岁 内容涵盖跨越沙漠 雪山的冒险之旅 和探访成员家乡的温情回忆 杨超越作为团队中录制综艺节目最多 话题最多的成员非常励志 并且可谓是井里附体 他出生并非大富大贵 而是出生于一个农村家庭 12岁时父母变离异 初中毕业后开始打工 以减轻家庭负担 曾从事过粉刃厂女工 餐厅服务员等工作 杨超越在选秀中的表现并不算非常好 你们给我一点时间 我把那句唱给你们听一下 一切慢慢体会 谢谢你们 但爱哭 农村出生 好运等标签 使得杨超越的人气非常高涨 仅仅21岁的杨超越 在2019年8月 首次入选2019年福布斯中国名人榜 并位列第58名 而团员孟美琪也是实力派选手 熟了音乐方面 孟美琪还进军了演艺事业 一共拍过四部电影 其中在2019年上映的朱仙一中 饰演女主角碧瑶 票房突破四宜 在浙江卫视的 我就是演员之 顶峰对决节目中 与老戏鼓里冰冰搭戏 也丝毫不显得青涩 而团中的Vocal担当 杨云琴 Sony的成绩单 也是非常的漂亮 杨云琴是一名泰国华裔女歌手 演员 激进其逼人的中性形象 让人印象非常深刻 两年期间 为多个火爆电影 创作过OST 比如电影 独夜 致命守护者的推广曲 独夜前来 电影 疯狂的外星人的宣传主题曲 银河系 Disco 还有小四的催泪电影 被伤逆流成河的推广曲 不哭 现如今 中国的团体偶像 如雨后春笋般 不停地在生根发芽 创造营2020 和青春有你的美少女们 还在努力地出圈 成分破烂的姐姐们 还在立排众议 努力组团 而昨天 优惠又推出了84位 美少年的选秀节目 少年之名 这激烈的竞争氛围 让小编都替这些 小哥哥小姐姐感到捉急 粉丝大多看到的是 舞台上风光无限 俏皮可爱的团员们 但在台下 团员们所要承受的 生理和心理上的压力 却是常人无法想象的 让我们来透过杨超越 了解一下 什么龙总跟金娜姐 我还是是干啥啥不行 跟老板吵架第一名 我前阵子 我压力我实在是太大了 你不知道就是那种 大早上被姐妹拉起来 她告诉你要去跳舞 我说我不行的 但是杨超越你可以的 他们说杨超越 怎么可以做女团 她跳成这样 我都可以 我每天都要拔起来跳舞 我每天都好焦虑啊 但是我想说 我觉得我练了好久了 我一上台我就错 我也是不知道为什么的 真的是我跳不好 我的天 别哭了别哭了 你这就要毕业了 十一位小姐姐 这就要各奔东西 各自奔前程去了 其实很多团到最后 都是solo单飞 独自发展 像东方神奇这样 五人变两人 还能保持一流水平 屹立十七年的团 非常之少 而靠选秀出圈的团体的寿命 又是非常之短 火箭少女杨零一一解散后 桑尼家门环球音乐 将以个人身份主导 开启全新音乐之路 杨超越 则语员公司 文兰文化的合约之日 2026年 并且正式成立了个人工作室 发展方向和现况一样 都是综艺和影视 孟美琪和吴轩怡 与乐华娱乐的合约到2024年 所以解散后 山芝大哥孟美琪 将继续往音乐发展 而吴轩怡则签订了影视合约 所以将往影视业发展 附近里和原公司签订了影视约 只不过要从雨2号做起 日后往影视业发展 而团内最年轻的段奥娟 将可能参加艺考 其余成员将回到各自的公司 进行发展 希望可以继续从各大荧幕上 看到各位小姐姐 小编也祝各位小姐姐 扬帆起航 势不可挡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